首相慕尤丁今天中午用行动向各界证明 就算巫统接连抛出炸弹 也丝毫动摇不了他慕尤丁的地位 他甚至表明下个月的国会会议 就让全体议员来检验他这位首相的支持度吧 回顾昨天的情况 能源部长三苏安努亚率先丢了辞职信 这位霹雳玲珑国会议员开了响亮的第一枪 但会不会掀起骨牌效应呢 然后我们看到巫统最高理事会一决 撤回对慕尤丁和国盟政府的支持 而巫统总秘书阿末马斯兰 接着就告诉阳光日报说 大家等着瞧吧 48小时之内陆续会有更多巫统部长辞职 可是现在看看时间 24个小时过去了 目前暂时还没看到任何骨牌效应 也没看到其他巫统部长揭竿而起 不止没人辞职 还传出有巫统的领袖当上了部长 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报道 三苏安努亚留下的能源部长职位 将会由巫统的副主席马哈兹尔担任 不过这位现任的国能主席 同时也是那季时代出任教育部长的马哈兹尔 他面对媒体的询问 他说这件事他毫不知情 反正我们看到巫统放大招 撤回对国盟政权的支持 可是国盟领袖没有坐以待毙 他们是漏夜商讨下一步对策 昨天晚上八点开始 就有陆续多辆部长高官的车子 出现在五级白沙罗 慕尤丁住家的范围 这些领袖一呆就是四个小时 到了午夜十二点 车子才一辆接一辆的离开 接着呢 这个剧情还没完 这之后媒体发现 副首相伊斯麦·沙比利是马不停蹄 前往吉隆坡一家酒店 会见亲国盟的国会议员 到了凌晨两点多才离开 至于这些领袖在当中聊了一些什么 外人是物理看花 副通讯部长扎西迪 面对媒体追问的时候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啊 这只是巫统议员一般的会议 到了今天早上 一众媒体呢 就转移阵地 兵分两路 去到国家王宫和部城首相署守株待兔 其中全国总警长阿克里沙尼 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阿芬迪 都被拍到陆续进入首相署 至于在国家王宫方面 一早就在大门驻守的记者 则一直等待 准备要进见元首的慕尤丁 今早11点 首相慕尤丁的车队驶入国家王宫 面对记者朋友时 神情轻松的慕尤丁还摇下车窗 向镜头挥手 在入宫进见元首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慕尤丁在中午12点离开 随后前往首相署发表电视直播演讲 阿芬的小时之谷